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黑洞食堂 我現在在哪裡呢 來到這麼豪華的酒店 我在Hotel Icon 做些什麼 我終於預約到有人給我吃這個榴槤八婆下午茶 你明不明 我是一個很愛吃榴槤的人 一直來榴槤放題 沒有朋友給我吃 然後我吃榴槤八婆下午茶 沒有朋友給我吃 你知道我很慘的 我沒有什麼朋友 同事很可憐 我的舊同事 文進寶寶 我們一起吃 然後我非常開心 我昨晚睡不著 我剛剛在米芝林三星餐廳 我進去 我沒有吃過 我吃了一口 一點點東西就為了吃榴槤 大家知道我是一個榴槤愛好者 所以今天要測試一下究竟 榴槤的製品 八婆下午茶 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們先去看吧 Let's go 大家看看這裡的環境 一進來這裡 它是製作的八婆下午茶的架 就是一兩個Tea set 就是這樣 另外這裡就是雪糕 它就是榴槤的雪糕 哇 我的場就是這樣 每個人都在吃榴槤的榴槤 所以整個場地都很大的榴槤味 所以大家要注意 不吃榴槤的就不對 我現在的影片拍到比較肥 我真人就會比較瘦 你別這麼天真 好嗎 不要緊 不要緊 在這個榴槤花婆下午茶未來之前 它就來了一個榴槤的雪糕 上面是有一坨榴槤的蓉 然後就雪糕 我真的試試 因為我的朋友其實都來過了 是他們吃過才告訴我好吃才叫我來 我們先試試 這個榴槤雪糕不是開玩笑的 我們可以吃了四個 可以任吃嗎 是啊 可以任吃的 八婆下午茶不是任吃的 但雪糕是可以任吃的 本身雪糕的味道很香 再加上榴槤的榴槤也是很香 真的很棒 它濃郁不甜 哇 如果真的喜歡吃榴槤的朋友 要吃到這個雪糕 你就會覺得 平時我們在超市買的榴槤製的雪糕 是很不值一提的一個雪糕 話說我們今天會再吃這頓 就是話說我的朋友他們上次吃完 八婆下午茶 在酒店店吃路 然後就發電郵 就說 你下次再來吃呢 組團四個人就不知道做什麼VIP 你知道嗎 你金團威嗎 除了我兩個朋友之外 我啦 然後我們去打一個我不認識的朋友 哈哈 我們才可以 組團組了這個團出來 是這樣組出來 吃榴槤的愛好者 很難找的 在這個時刻你們會覺得很臭 但你吃一口味 真的很好吃 我想吃多一個 我已經想點多一個 我已經想點多一個 我整個嘴巴都是榴槤 很臭 很棒 但我想說呢 它這個不是普通榴槤雪糕那麼簡單 它根本就像一個榴槤熔 碎了雪硬 雪糕根本就不像雪糕了 好香 現在整個口腔真的很厲害 我懷疑我今晚放屁都一定是榴槤味 哇 好香 哇 哇 這個八婆鹹茶很久了 不過是榴槤的八婆鹹茶 給大家看一下 下面這些鹹點 有些什麼呢 有三文魚的多士 然後 還有不知道是什麼 掃炸球 然後這個什麼 黑松露的多士 上面這個就是 馬來西亞直送的榴槤 抹茶榴槤卷 然後這個什麼斑蘭千層榴槤 然後這個是榴槤的布甸 然後這個是榴槤的糯米糍 這個是榴槤的芝士蛋糕 然後這個烏龍茶 這個是榴槤的泡芙 整個package就是這樣 我還沒吃這個八婆鹹茶之前 他來了一個鬆的東西 可以連同兩個蛋卷 他有說過這個雪糕 榴槤雪糕是點這個蛋卷而吃的 他說這個就是它本身standard的食法 先試一下 因為你看看這個羊毛 整匹榴槤用的樣子 這樣不行 所以我吃榴槤的人怎麼辦呢 我吃完這個之後我今晚怎麼辦呢 對 很好吃 它是另一個口感 你說是不是很厲害 其實一模一樣的味道 但這個蛋卷本身是鬆化 鬆脆 吃下去就變成一個很濃郁的榴槤蛋卷 你明白嗎 都有一些口感 就不是一粒的口感 就變成有些 有些層次 不錯 這些八婆鹹茶大家吃得多 拍這些片有沒有提 平日吃Skunk的話 有什麼好玩呢 是不是這樣 吃Skunk通常都是用這些 平日我們用果醬 或是Cream cheese 五碟 來到這裡 我們現在用榴槤餡 吃這個Skunk 對不對 熟點是不是 你看看 這麼大便 Oh My God 好 我不客氣了 榴槤蓉的麵包 吃下去 我覺得很厲害 我真的可以給滿分這個 不是開玩笑 我吃過最好吃的榴槤雪糕 這是素肉丸 配咖喱醬 試試這個肉丸 這個也不錯 正常 這個 它的咖喱像是馬來西亞的咖喱 不像我平常吃的咖喱的味道 看看這個威 這個黑松露蟹肉多士 好像很厲害 蟹肉味不太好 但是黑松露味 因為我本身對黑松露有要求 我覺得味道不太好 但是蟹肉味不太好 多士如果不是拍照太久 其實它是脆的 因為 我又要拍片 我又要Post story 搞得我是死港女 我飲了半粒 所以它多士會比較軟 這是煙三文魚的多士 嘗嘗嘗 它的三文魚都很多 我不是很好吃三文魚的人 整口都是煙三文魚的味道 但是很出色 如果你愛吃煙三文魚的 正常 不愛吃普通 吃一下這個榴槤泡菇泡芙 這個很威啊 這間榴槤泡菇很可愛 會吃到榴槤泡菇泡芙 但不是很香 最後有一種泡菇泡菇的焦糖味 哇 兩種的味道 回泡菇味 下一個吃的就是千層斑蘭蛋糕 試試看 但它看到榴槤的大小不是很多 但也很軟的 很滑的 很滑的 試試看 很香的斑蘭蛋糕味 榴槤味反而不出 不是說很出 所以變相 我以為這些榴槤 如果太濃郁 它會蓋過所有榴槤的味道 很霸道 不會蓋過了 OK 但這個有驚喜 嘩 不要小看這頓飯 每天都很飽 我吃了什麼 全部這麼多 但為什麼會飽呢 雪糕的融 幸好我剛剛堅持不吃東西 我為了榴槤 我可以去到幾準 每天都不吃 過來吃 榴槤布甸 正常 加這個 嗯 好吃 一個很普通的布甸 上面就是加了榴槤肉 不夠多 那你就自己在那裹下去 這樣就好吃 榴槤斑蘭糯米糍 這個樣子挺厲害 上面有一番金箔 嗯 怎麼有酸味 有化學的味 這個很普通 不可以說很出色 這個 抹茶芝士D24的榴槤卷 大家都看我這麼久都知道 我不吃綠茶 但為了榴槤 我願意 這個抹茶卷也挺特別 荔枝的香味 再加榴槤的香味 再帶茶味 回一回 不甜 這個真的挺出色 不錯 這個我就不試給大家看 因為這個烏龍茶奶凍 完全跟榴槤沒有關係 我就不吃 堅持不吃 不要說 堅持不吃 不是 不是 又可以 有榴槤的製品 我有榴槤的製品 我又吃 我們下一個東西 和大家試 榴槤 烏龍茶奶凍 哈哈 原來不是什麼榴槤 放上去都是好吃的 你試一口 茶味太濃 如果這樣變了 嘩 沒有了 嘩 如果你想忘記榴槤 你吃一口就明白了 金磅芝士蛋糕 最後一天 這個八婆藍茶的最後一天 嘩 嘩 少許香味的榴槤 芝士蛋糕 如果生日吃到這個蛋糕 我都會很開心 看到這段影片的朋友 是我的朋友 麻煩 我要吃芝士蛋糕榴槤 不是 芝士蛋糕經常都很好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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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一個套餐 我朋友上次吃 是沒有榴槤的 這次因為我們是 再come back再吃 所以就有這個榴槤 因為外面的沒有 我看見每個人都沒有 試試這個馬來西亞的 空運榴槤 Oh my god 你明不明 你看到這東西 如果喜歡榴槤 你現在好想奶個芒 你現在奶一口 奶一口 我吃了 相信這段影片有些觀眾 應該不吃榴槤 其實吃榴槤是很高深的漢文 有些人喜歡吃 很苦 很熟的榴槤 有些人喜歡吃很清 很香的榴槤 有些人喜歡吃剛剛好的榴槤 不要以為榴槤 是甚麼都會吃 這就是圍繞著很清香 榴槤味 剛剛好那種 都OK 不錯 我自己最愛吃的就是 淡淡都是榴槤 這個核有點大粒 但是馬來西亞的榴槤 我吃過這麼多的 那些核還是大粒 這次我們的總數 賣單是1288 因為他們上次吃過 所以我們這次有85支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678元兩位 再加一 大家可以作為參考 你問我覺得值不值 我覺得你真的很愛榴槤 你沒有試過的 我覺得一定是值得的 就是你會很開心 你一定要很愛榴槤 這件事 但本來你是我吃榴槤的 但不是去到愛會追捧的 那我覺得你會覺得很平常 所以我們這裏四個榴槤的粉絲 每一次都會約一起吃榴槤 因為吃榴槤其實自己的吃都不會那麼開心 是約出來一班朋友 榴槤可以令到不認識的人一起吃都會有一種很開心的感覺 那你來這裏一班生意吃是很滿足的 很建議大家來的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集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讚 記得留言告訴我 哪裏還有更好吃的榴槤 知道嗎?我一個榴槤愛好者 所以哪裏去吃 或者哪裏有漂亮的東西 告訴我 我自己會去的 那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按了小鈴鐺之後 我一出片就馬上知道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嘩!好漂亮喔! 看完鏡頭那個 看完鏡頭那個 嘩!這個飯廳 嘩!怎樣啊?我們兩個人住到這樣嗎? 是啊!